让人期待已久的黑暗荣耀第二部在上档后 不复众望荣登世界榜第一名 剧中霸凌五人帮的下场让观众直呼过瘾 而当中饰演是独如命的教会千金里梭罗 有出道超过13年的金赫拉饰演 他独特的病态美与艺术气质 将反派角色展现得更有魅力 其实金赫拉出演过不少快智人口的作品 一起更加认识他吧 金赫拉在黑暗荣耀中饰演一位颓迷的画家 独影发作时在巨大画板上用力画下的绿色高跟鞋 成了本剧一大伏笔 而金赫拉不仅在剧中是画家 戏外的他也是个充满艺术细胞的艺术家 他在IG上也会分享自己的作画过程 让大家忍不住留言赞叹 金赫拉还出过单曲 三十代的爱情 歌曲唱出他三十多岁时对爱情的真挚感受 是一首让人听了心中会泛起酸涩液的抒情歌曲 金赫拉在第一次试镜就拿到李梭罗这个角色 原本对角色了解不多的他 在他按照剧组给的台词演了一遍后 再把自己绘画作品给他们看 他说话里面有很多元素 十字架 女性裸体 金钱 香烟 酒精等 在他展示完作品当天就收到完整剧本 让他当下开心的哭了 金赫拉经历相当丰富 在各个热播剧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不管是邪恶与疯狂中的毒品组织首领 龙社长 非常律师与鹦鹉的脱北者妈妈 迹象星 极致医生生活儿的肝病患者 安城珠 金赫拉让每一个角色都呈现出自己独特的色彩 可塑性非常高 让人看了不禁给予剧抛脸的最高评价 不同于2021年才开始演的电视影剧 金赫拉早已拥有13年的舞台剧 音乐剧惊艳 是个演技优秀且情感渲染力极强的演员 他从群演慢慢晋升到主演 音乐剧代表作包括 居里夫人 Fan Letter Bernarda Alba 月亮和六辨士 等30多部 虽然目前电视剧作品不多 但过去舞台剧的经验 让他成为一个演技精湛且情感渲染力极强的演员 在饰演里搜罗时 金赫拉从眼神 穿着打扮 到谈吐局质 都展现出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病态感 但其实私下的他以干净素雅的妆容与穿搭为主 呈现出空灵气质 很难把他和剧中的疯癫形象联想在一起 金赫拉除了把画画当兴趣培养 更身体力行为艺术领域尽一份心力 开设复合式咖啡厅 RT Project 为自己一样喜欢画画的人提供一个能互相交流创作的空间 金赫拉希望让单纯喜爱画画的人 有发挥的地方 也期待有朝一日能替他们举行画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